三陀俄台风牛步前进 不过外围环流 滞留之后仍然带给南花莲 累积丰沛的雨量 玉里镇长公文君一早巡视堪灾 并且采预防性封闭的长梁和高辽变道 也出现了灾害 目前持续封闭之外 也正值水稻开花幼水期 农民也忧心恐怕会影响到 二期倒作的收成 三陀俄台风逐渐逼近 南花莲今天上午无风无雨 玉里镇传统市场仍可见民众采买 不过昨天外围环流的影响 玉里刺客山累积雨量全国第三 河东平顶部落十多位的居民 预防性撤离安置在中正堂 安心度过一夜 相信那个土石流啊 那边啊 那怎么办 赶快那怎么办 就赶快就这么撤出来 那边啊 依照变巡市灾害的镇长 龚文俊表示 昨天采取预防性封闭的长梁及高辽变道 因山区大雨吸水水势增加 冲毁变道设施 目前持续封闭之外 由于目前正值水道开花抽税期 农民以及镇长的忧心 恐怕影响水道二期的收成 那么这一场豪雨 势必会造成我们水道 这一些授粉 或者就是说它的运税 在结税的过程中 会受到强烈的晃动跟这一些危害 也等于就是说 到11月份12月份的收割 势必以我们过去的经验 那一定会产生了欠收的状况 虽然今天一整天下来 南花莲地区风雨不大 但是随着山陀尔台风逐渐逼近 入夜之后风雨也将增强 镇长龚文俊也特别呼应民众 做好防台工作 千万小心注意安全 记者张明泰 史玉兰 玉璃镇采访报道